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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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来的时候 温师云游四海去了 你要替师父照顾好素素 好了 你赶快走吧 去吧 好 爷爷 爷爷您这是 请留啊 你内力恢复了 爷爷就放心了 放心 爷爷奉心 爷爷奉心什么 你知道吗 在你继任武林盟主的当天 就走火入魔 为了你 也为了江家 我选择觅而不宣 就是盼望着有一天 就是盼望着有一天 你的内力能够恢复 担当起武林盟主的大人 爷爷 让您担心了 只是 你的内力是怎么恢复的 爷爷 当然是您教导有方了 据我所知 凡是走火入魔之人 必要将自身的内力 注入到一个 绝顶高手的身上 再由他打通任督二脉 运行大小周天 历时经年方可痊愈 如果你没有遇到 一位绝世高手 那么能通此道者 只有练过武药心经之人 难道是薄爷景行 爷爷 您真的是为了孙儿 恢复武功而开心吗 坊间传言 说小景就是薄爷景行 我当时觉得那是无稽之谈 可是现在我想知道 我是该相信的 还是不该相信呢 爷爷啊 我们江家 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 是不是应该换一个思路 换一种活法了呢 我问你的是 小景是薄爷景行 我该不该相信呢 那坊间传闻 我父亲是被江家人所杀 爷爷您说 孙儿是该信呢 还是不该信呢 江湖上 争权夺利 对剑争锋乃是常事 你只要记住 爷爷做的每件事 都是为了江家好 就可以了 为了江家好 那是一定的 爷爷 您以后一定会是江湖上的一段传说 他前面也不会帮你 一切都却不通 我刚才不得了 我这些还不通 ,这的办法都却不通 我这个相机 你不通 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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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攻大人 我的狙马对他的狙炮 谁的胜利更大 你听明白了吗 老夫没有懂南宫大人的意思 你目前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只有与我合作这一条路可以选 臣必山庄江家世代为名 又有护主之功 为什么要跟你同流合污 你觉得你如果不跟我合作 还有活着从这儿出去的机会吗 如果你借着栽赃陷害 而滥杀无辜的话 别说我们江家 恐怕整个武林也不会饶了你 好一个一身正气的武林大侠 不过如果被那些武林人士知道 他们心中那个德高望重的老盟主 当年为了一己私利 连亲生的儿子都被杀了 你说他们会先讨伐谁呢 少丧之死江湖上已有功断 你休想借此要挟我 老盟主 本官知道你要什么 本官甚至可以给你更多 用不了几日 这个江山社稷 就会改姓南宫 我把国事的位置留给你 如何 犯上作乱 本官 乃大逆不道 你就不怕被千刀万剐 老盟主不用这么着急给我答案 本官给你一个时辰 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呢 还是直接去刑查 你自己决定 等等 如果南宫大人可以帮我一个忙的话 我可以考虑跟你合作 讲 伯爷景行这个名字 你应该不陌生吧 继续 他不仅是我的死敌 恐怕未来也是你最大的隐患 我们不如联手除了他 你不会反对吧 成交 不过明天公堂之上 做戏做全套 带回去 这盘棋老朽觉得是何棋 只有你死我活 殊死一战 没有何棋 你明白吗 南宫大人 老朽此次前来 是 行了 你那点心思 都写在脸上了 你明白吗 说吧 我爷景行在哪儿 你需要多少人手啊 大人 真是明察秋好啊 我这个人 不喜欢欠别人的人情 我先帮你 你再帮我 可以吗 够朋友吧 我不认识 我尽量wasser При这儿 达受迟了 过来 少夫人 少夫人 有什么事吗 看你慌慌张张的样子 少夫人在吗 有人托我把这封信 立即交给少夫人 给我吧 好 谁让你送来的 小景大侠台见 十一年前 韩阴谷灭门之秘密 在下军已察夕 素来南山寺灭雾 窃记 独自前来知名不惧 南山寺在哪 在南山 南山在哪 城南 城南怎么走 出门一直往南走 聪明 你不想想这个人到底是谁啊 这其中会不会有诈 这就是个坑我也得往里跳啊 我这辈子就是为了这件事活的 那我得陪你一块去 独自前行 切记 公主 传话蝶 到 蝶 有何吩咐 转过来 去 去哪 出门往南 一直往南 谷主 那边是南 家族马力 直奔南山 直奔南山 家族马力 行了 这儿没你事了 你回去吧 啊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不用你管了啊 回去吧 我回去了 你怎么办啊 我自有办法啊 回去 不 回去 不 我不回去 回去 站起来 向后转 向后转 跑步走 你到底是要去哪儿啊 我得保护你啊 我不光是你的座棋 我还是你的保镖 我用得着你保护啊 可是 你现在 你还要去哪儿啊 杀人了 我知道你老公平礼一句 别动 谁呀 我问你打扫啰嗦 我还不想要你的老命 老夫玄壶济世一辈子 没有一个丑家 我的命也不值钱 想要你就拿去 薄影锦卿在哪儿 这里没有这个人 我说的是江青柳的小气 小景在哪儿 刚刚有人送了一封书信给他 跟你一样神神秘秘的 他接过书信之后就出门了 他当真不在陈碧山庄 我说 制毒之人不达狂语 好 那你替我转告他 我是为了十一年前的事情而来 保护我的杀父之仇 十一年前 素素 你是素素 别动 你是谁 素素 你还活着 我是你苦怜子叔叔 你还记得吗 苦怜子 真的是素素 苦怜子 跟我来 请问南山寺怎么走啊 方过这座山 谢谢 没事吧 没事吧 真没事 你怎么来了 还挺快 我怎么来了 这幸好我来了 我刚好碰到苦怜子 我看到那封信 就觉得有诈 所以立马赶来了 苦怜子让我多走动 多走动生得快 你放心吧 你的小娃娃没事 孩子没事 你有事也不行啊 小姐 我说你现在怎么这么笨啊 你不来 别人最多怀疑一下 你一来呢 我知道 我的身份就穿帮了 也不知道这封信 是哪边送来的 哪边都无所谓 自从十一年前 韩阴谷灭门已安 我就与全天下人为敌 这么多年我习惯了 大不了再来一次 只是 只是什么 你还以为 你是以前那个薄爷锦刑 你现在的身体 要真是全武林的人 都来追杀你怎么办呢 我是想说 只是你江青柳 你是武林盟主的 第一顺位继承人 如果你的老婆 是一个大魔头 薄爷锦刑 那如果被大家知道了 那怎么办 当武林盟主 你也知道 我江青柳 本来就不是贪图名利的人 那要真是全武林的人 都来抓你 那我必须保护好你和孩子 那是我应该做的 想想这事 挺骄傲 挺自豪的 是不是啊 大魔头老婆 小姐 小姐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是少主干的 他为什么要灭掉韩阴谷 这是我亲眼所见 屠杀过后 我回到韩阴谷 我弟 师叔 师兄弟 势衡遍业 血流成河 薄爷进行就站在血泊当中 我永远也忘不掉 他能说煽红的眼睛 师兄 你去哪儿了 素素 你去哪儿了 爹让我 我爹呢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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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他已经走了 你 你的刀丝 你不在 我以为韩阴谷已经没人了 没想到你还是回来了 你是没有想到 这样就没有人知道你弃师灭族 屠杀同门了 素素 你干什么 你瘋了 你瘋了 我是瘋了 大明来 我进过来的时候 就已经在阴阳道了 阴阳道 你说的可是阴阳道的魏霄 对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素素 你有没有亲眼看到 少谷主杀人 有 我亲眼看到 聂师兄死在他怀里 他的刀丝上 还滴着血 他 素素 有些时候 眼睛看到的 未必就是真实的 更何况这些也只是你的推测而已 出现在杀人现场的 也未必就是真正的杀人犯 对不对 难道 你还向我亲眼看到 他们是怎么被杀的吗 当年我父亲对你很照顾 你为什么要维护一个杀他的凶手 当年老谷主 确实对我有救命之恩 你是他的亲生女儿 而伯爷景行是他的大弟子 在你与伯颖景行之间 如果没有恩怨对错的话 我更应该偏心于你才是 素素 但是在这件血海深仇的事情上 我不得不去维护一个 被冤枉的好人 当年老谷主 预感到马上就要大火临头 于是就安排了你和少谷主 先行离开了寒阴谷 这件事情我是知道的 案发之时 少谷主和你一样 都不在寒阴谷 她也是在案发之后 先你一步赶回了寒阴谷 素素 你想想 如果是你先一步赶到 那少谷主是不是也会看到 你站在血泊之中呢 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 肯定不会是你 我只是打个比方 其实在这十一年里 少谷主跟你一样 一直在寻找真正的杀人凶手 为你父亲报仇 你冤枉她了 她是你的手足啊 素素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 卫霄为什么会出现在现场 阴阳道一向与各大门派不合 卫霄这个人 神龙见首不见尾 他出现在现场 难道就不可疑吗 什么心结什么愿 你明白吗 素素 我不明白 我念在父亲当年对你的恩情 不把你说成是博爷锦刑的同伙 但是 我已经认定了 博爷锦刑 就是杀人凶手 这是我和他之间的恩怨 不劳烦叔叔大驾 总有一天 我要报我的杀父之仇 和他当年对决 告辞 等等 素素 这么多年 你一直都在阴阳道 一直都跟魏霄在一起 对 怎么样 阴阳道 是江湖上公刃最大邪教 你不应该跟他们在一起啊 我说过了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告诉我 博爷锦刑 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女的 从一开始 她就是女的 你真的会娶我吗 明媒正娶 你是说真的 君子一言 驺马难追 你再说一遍 我爱金元秋 我要娶金元秋 八抬大轿 明媒正娶 你怎么了 怎么哭了 一定是被我的爱妻感动了 对不对 你 你 有件事我要告诉你 等你听了再决定要不要娶我 有这么严重吗 有 就在三个月以前 我外出买一些女工 不要被歹人掳走 你认识她吗 是不是冲昊蝶 不是 是一个女侠姐姐救了我 但我还是被破了身子 就是怕三乡屋里都知道我失了冥捷 我爹娘才急着把我嫁出去的 你也是受害者 这不是你的错啊 就在我要嫁进江家的当天 不料有人从中作祟 让我不得出门 你也知道 这是我知道 我知道 你说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 山无棱 江水为节 东雷阵阵 下雨雪 天地河 乃敢与君绝 你 你别欺负我读书少 你赢送的是东汉岳府 爹小时候教过我的 不过我记得 这好像是女孩子对夫君的表白 从你的嘴里说出来 感觉怪怪的 这原来是女孩子写的呀 我还特意去找苦莲子写 好喜欢你这没文化的样子啊 好喜欢你 金元秋 干什么 别动 别动 对了 我有一个事情要告诉你 什么事啊 直说吧 就是 我之所以来到江家 是因为我的救命恩人 宋祖姐姐让我来的 她让你来 做什么 姐姐说 让我调查小景的身份 把她的一举一动都告诉她 原来你是奸细 我不是 我不知道她还要干什么 只她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也没办法嘛 那你帮我男神的事 都跟她说了吗 说了 好 糟了 身份暴露了 我找到她了 她在哪儿呢 在陈碧山中 但是 我不是她的对手 今晚你帮我 咱们联手杀了他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十一年了 终于让你找到了 你的杀父仇人 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 告慰父亲的在千之灵 他有没有发现你 应该没有 那还好 你下去休息几日吧 待到时机成熟了 再下手不迟 休息几日 我找了他十一年 绝对不能让他再跑了 陈碧山庄 不是你想去就能去的地方 再说了 他跑不了了 用不了几日 我会亲手带着他的人头来见你 不行 就是今晚 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 你有没有听清楚我在说什么 是吗 我们现在去陈碧山庄 相当于自投罗网 过几日我会将他引出来 让他尘世荒野 死无葬辰之地 还有 用不着你亲自动手 我自有安排 我看你是怕了 但是我不怕 这十一年来我只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手刃仇敌 为我父亲报仇 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 谢谢你救了我 这些年 我也报答得够多了 怎么样啊 本尊的儿子没事吧 我说 何缓不红 往来流利 应指圆滑 什么意思啊 说着听得懂的 再休几日暂无大碍 本尊的大事都还没有办呢 当然死不了 古卓 我得提醒你 于常人来说 你确实是病无大碍 而且你也无需卧床静养 但六旬之内 你不可再运用内力 否则将前功尽弃 有那么严重吗 我还得给江青流 那个小娃娃运功呢 不行 必须停止 连日阴雨 储备的药材不足了 丞华姐言 你去找伤心姑娘抓下药来 好 你 你 识字吗 你才不识字呢 来 药方 好 我去了 谷主 我今天看到一个人 谁 素素 素素 好 好 好 自己要买了 自己跟着有点 有那么好笑吗 够了 江老兄 江老盟主 你确定你不是在开玩笑 你们家那个貌昧如花的 少夫人小景 就是伯爷景行 等伯爷景行 我们家小景 娶了你的向上人头 你就不觉得这么好笑了 我得要看看 是我的脑袋不在 还是他的脑袋不在 江老盟主 什么时候动手啊 现在 谁杀了伯爷景行 谁就是当之无愧的 武林盟主 对吧 江老盟主 没错 好 走 快 快 他们来了 要杀你 怎么了 慢慢说 谁要杀我啊 我好怕怕啊 百里天雄 是 还有 还有不认识 他们凭什么杀我 再说 本尊的夫君在这儿 他们是对手吗 江颖天跟他们说 你就是伯爷景行 看来江颖天那封书信 是一个把戏 对 就是江颖天叫他们来的 你爷爷要杀我 你是帮你爷爷还是帮我 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 闭闭吧 别走正门 别走正门 你们干什么 光天化日怎敢明火执政 人哪 杀人啦 告诉我 小景去哪儿了 我们真的不知道 我们真的不知道 来人哪 把这两个同党给我绑起来 是 不要碰我 我受伤了 轻点 跑了 我进去抓人 连个人影都没看见 白里长 你不是想亲手抓住伯爷景行 好做武林盟主吗 怎么把人给放跑了 怎么是我把人放跑了 我冒死进去抓人 我连个鞋印都没看见 老朽说 让方爵大师陪你一起去 你怕大师抢了你的头功 现在可好了 人没了 我看你这个武林盟主 怕是当不成了 老王主 那两个同伙我抓住了 怎么处事 先关起来 快点 快 别乱动 你们 你们为什么抓我呀 快 快点 你 走废话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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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你们为什么抓我呀 小废话 我犯了什么事 你为什么不关我 讲讲道理好吗 这为什么呀 我死呆着 你们两个为什么会在这 这是怎么了 还不是因为你男神 你男神穿帮了 应该把你抓起来 把我俩抓起来干嘛呀 还有那百里老头 居然给了我一脚 我能不能逃臀啊 你们知道我男神在哪儿吗 你没看我们被捆着 还帮我们解开 废话那么多 我 好好好 他们不会直到这里来 还真别说 别有洞天三十六 水晶台电冷层层啊 这地方真不错 你今天怎么失性大发呀 也不知道为什么 说起来啊 现在情况紧急 但是呢 我这一离开家 反而觉得浑身轻松 这种好的地方 能被你找到 真是够幸运的 我说 你当初是怎么发现这儿的 我骑着窗花蝶来这儿休息过 来过两次 真不错 不会又睡着了吧 猪 到那边睡去 噓 噓 噓 stretches 你 泪 这么快 你 trud 如果 要我说 把伯爷警刑那三个下属 吊起来狠狠地打一顿 我就不信打不出个所以然来 百里掌门不愧是武林高手 御师只会个打字 你什么意思 你有文化 你有素质 你能让你那个宝贝尊子 娶了个半男不女的魔头 你 那你说 怎么办 老朽以为那几个人打死也没用 不如留着 伯爷警刑自会来救 而我们只要守住待兔即可 不得了 伯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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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伯爷 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